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又或者是荃湾线 回顾1979年 香港地下铁路系统首次通车 初期只是得观塘线 1982年 荃湾线亦都投入服务 怎样可以令乘客顺利从两条不同的路线转车去到目的地 是乘客很关注的议题 重温当年的报导 由下个月开始 本港的交通系统将会进入一个新纪元 地下铁路荃湾主线亦投入服务 加上九龙塘交汇站的启用 市民可以同时利用以上两种集体运输系统 来往香港九龙市郊心壮地带 今后市民在交通上所用它的时间 会大大缩减 地下铁路方面 目前只是得观塘来往中环一条行车线 到了五月之后 观塘线列车去到油麻地站就终止 观塘线成为地下铁路支线 荃湾来往中环线就取而代之 成为地下铁路支线 有了这个新的交通体系 交通服务方面便捷很多 这些系统它是很便捷 这个班纸比较频密 它在上班方面就可以容易把握这个时间 精神上就没有那么重要的负担 在这个手势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身体是在下个月使用的时候 使用的程序有一定的改变 预计市民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 两条路线是用三个车站接驳 即是油麻地 旺角 太子站 换句话说 市民由荃湾去中环 可以乘搭直通的列车 但是荃湾来往观塘 观塘来往中环 就要在中途转车了 地铁公司为了方便市民转车 特别将旺角站和太子站 作适当的安排 在旺角站 来往观塘的列车 和去中环的列车 会在同一层的月台停站 市民由观塘来往中环 在这个站下车之后 只要走几步去旁边 就可以搭到要乘坐的列车了 至于荃湾来往观塘的乘客 就要在太子站转车了 因为来往观塘全弯的列车 都会停在这个站同一层的月台上 转车非常方便 至于等候的时间 地铁公司表示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搭客是等候四分钟 就可以转到车了 假如市民错过了 应该转车的车站 他们也可以在其他两个站转车 但是就要走上 或者走下一层月台 比较上就没那么方便了 而且太多搭客聚集在这两个车站 在疏度上会不会有问题呢 他们的公司说 根据统计 在最繁忙的时间 列车载客量 也只不过是达到86% 所以绝对可以疏度在这两个站的乘客 四亚铁路全湾线通车之后 估计一部分人会改搭地铁 全湾地铁支线发展到全湾 它的主要目的 就是给居民多一个选择 和多一些方便 变成他们除了可以搭巴士 直接出九龙之外 也都可以搭短的接驳路线 去接驳新地铁 来到出九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